视讯是它2.0版新增的功能 视讯功能的积木在侦测这个里面 侦测这里面这几个 这有三个积木跟视讯有关系的 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 video 什么角色上面 还有一个视讯开关 那如果你要确认你的视讯有没有可以使用的话 请你把视讯把它选择开 然后点两下 看看那个画面有没有进来 如果有进来表示你的视讯是OK的 如果你网页或者其他地方有开视讯的话 那个同一支层次只能 一个网络摄影机只能被一个层次抓到 所以如果你又开网页版又开桌面版 可能会有一个是抓不到的 这个要提醒各位一下 好 那这个积木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简单的说 就是它这边有两个 一个是动作跟方向 然后角色这里一个是舞台跟角色 所以它侦测有两种东西 第一个是画面有没有动作 就画面有没有东西在动 这个叫动作 那它会回馈给我们一个数字 最小是0 0就是几乎画面都没有动 然后呢 100就是画面动得很厉害 所以它会 这是一个椭圆形的积木 所以它回馈出来的会是一个数字 然后另外这个方向呢 就是它回馈出来的会是一个角度 那什么叫做video的方向 就比如说我的手 如果在画面里面 我是往左边移动的 那它回馈出来的数字 就应该大概会是270度 或者是-90 就是往左边的 那如果我的影像是往右边移动的 那它回馈出来的数字 大概就是会90左右 就是它会往那个角度 回馈的角度给你 那至于后面这个标的物 如果你是整个舞台 那它就是整个舞台都会侦测 所以你即使是在旁边动 它也会侦测 即使在旁边动它也会侦测 即使在中间动都会侦测 整个舞台都算 那如果你是选这个角色的话 那你在这边动它不理你 0或1 那只有你碰到它角色才算数 它才会算这个数值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一般像我们玩Arduino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感色系 到底干什么用 我都会做一件事 当开始被点一下 然后呢 重复执行 把这个数字读出来 那读出来 这个要读出来 我们就要用一个变数来放 所以你就做一个变数 好 我做一个变数 然后我把这个 侦测到的视讯的 不管是动作还是方向 这个数字我把它丢进来 预测值 让它一直做设定的动作 让它一直做设定的动作 那这样子 它就会一直去抓 你的video的动作 然后反应 存到这个变数里面 那我们就可以 从这个变化的量 我就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 这样 那我就试一试给各位看 所以我现在按执行之后 它就一直在执行 那你看到这边有个数字 一直在跳 现在画面没什么动 所以它只有012这样子 那我现在手指移过去 好 有没有 那个数字最大晃到100 不晓得各位没有发现 最大晃到100 那我是在这个角色 所以我如果在旁边动 旁边动 它的数字是不会变大的 但是如果碰到这个角色 数字就变大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选的是舞台 那就整个舞台都侦测 所以我如果旁边在动 它也会有反应 所以看你整个画面的变动量 它会去做反应 所以这样子 我们就大概知道说原来 它是这样子处理的 那同样的 如果你选的是方向 好 我现在我往右边 数字大概在90、100左右 大概就是右边 这角度 它的角度是这样 上面是0度 然后往右边是 20、30、40、90 然后180、270、360 或者是你往左边转 就是-90 -180、-270、-360 这样也可以 所以它回馈的数字 就是这样的数字 好 那知道之后 我们就会很好玩 这个就把它放旁边 好 那所以我们现在 就直接拿它来做 做一些小游戏 好 假设 但是我现在要让小猫 随着我的手势 做移动 很神奇 以前那个Connect 你要买那个 Xbox的Connect 好几千块一个 可是我们现在 网路摄影机300块 就可以达到这样的功能 好 所以我要让小猫移动 然后我用面向什么角度 那这个角度 我就侦测video的方向 然后我侦测整个舞台 所以我的舞台 我只要守在这舞台的范围 做方向的移动 那个小猫就会面向 面向我这个方向 然后我就让它一次看移动几步 假设先来个五步 好 让它重复一直做这件事 好 这样神奇的事就会发生 好 往右边 往左边 往右边 往左边 往上面 往下面 你就可以用你的画面里的东西 用你的头 左边 右边 下面 右上角 左下角 好 就可以达到操控它的目的 有没有很简单 就是有很简单 来 所以你以后的游戏 可以做成视讯的游戏 好来 请各位试一下